人家这个人我打听过了 三个情侣 人一个就答 不会吧 都说什么了 我深信他前他送了我一个葫芦娃手办 我一打开箱子 箱子居然是空的 啊 这也太过分了吧 最可笑的他跟我解身的是六娃 隐身了 这也行 我有一段时间啊 吵架班长生意 一个人走夜路超怕的 你知道他送了我什么吗 他送我房老师 那不是很几天吗 是吗 哎呦 我到现在还单身呢 老娘算杂她手里了 哎 不要在我面前提梁志阳的名字 他是不是送你什么其他的礼物啊 哎 你冷静一点 他说孕育着我们的感情情比专家 不再也不想谈恋爱了 梁志阳永远的神 怪了 怎么了 今天是5月14号黄色金简 志阳叔叔能给我准备惊喜 他不是个奸吓吧 他来了 哈喽 嗨 怎么回事 其实我一点都不出这种仪式感 这怎么能行呢 是我精心挑选的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值得金吗 梁志阳永远 梁志阳你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学校吗 学校不可以听天修理你 哎呀我错了错了 真正的礼物是这个 外面人籍小西哥鼻香礼盒 哇 我想买这个好久了 我看你在抖音点赞了这个 喜欢吗 当然喜欢啦 每一根都是我喜欢的四号 记得每天都要还我一点 哦 原来遇到真心喜欢的人 谁能也会开窍 你买这样的衣服给谁看 我要去面试 杰龙还不是要靠我养人 我想要一份正常的事业 女人太有野心 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偏见太大了 很密 可我面试的是产品运营 公司规定 产品运营制造男性 公司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规定 年轻女孩没几年就结婚了 再说了 反正你有两种样子 谁说的 公司都传遍了 说你和新来的员工 关系暧昧 速度行方便 谁要不想干 就让他们走人 辞职 这工作有什么不顺心吗 你想做什么 我可以给你吊杆 我想有个正常的工作 而不是一个身份 我是认可你的能力 所以我教你 那就让我自己出去闯一闯吧 但我偏爱找自己的路 相比可以与别人的安慰 但我偏爱自己时 世界也以为起偏手 行总 行总 你怎么又睡在公司了呀 但我偏爱自己 我还没有收拾了 我还没有收拾了 您的世界奇妙礼合到啦 幸好也打 在外面自己时 世界也结缘 我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行总 我等这一天 我只想见你 转眼的前段 我和新界障礼 人海里一山一片 不好意思 我又去这边了 是你 没关系 你都录取了 行总 为什么 不是我们都经历过偏见 但总有人勇敢对他 才能把世界活成自己偏爱的样子 把衣服洗干净吧 也趁着它很漂亮 我是考拉偏爱观月星 世界对我的偏爱 在我偏爱的特立独行里 考拉海购六周年庆 将心出品世界级妙和 带你体验世界对我的偏爱